唉,搞不定 有什麼搞不定? 我們真的很窮,所以完全搞不定 怎麼說? 我想過,一月開網店,賣東西就行 很快可以買殼上市 對呀,發達在網 其實開網店說難不難? 華爾又不是真的那麼容易 有人幫是絕對是好事 好像Proteer獎鋪就是專門幫人開網店的公司 除了本身經驗豐富之外 更加用到最新的雲端科技幫忙管理訂單 我們想發達,當然就要請教一下他們 我們在幾年前發覺有個商機 開始很多人在網上做生意 但其實缺乏一個平台可以很有效地處理所謂訂單 收錢,物流等等 所以我們就和團隊商量 不如我們做一個這樣的平台 令到香港的商家可以很簡單 用手機就可以開到自己一間網上商店 處理剛才所說的訂單,收款,物流等等 這些問題 我想第一就是要很穩定 因為其實這些全部都是講收錢 講發貨這些東西,不可以有一些錯誤 所以我們在背後 其實利用到一些Google Cloud的技術 利用到最先進的科技 令到確保我們所有整個軟件可以很穩定 第一,第二我們叫很scalable,很擴展性高 因為好像兩三年前疫情的時候 發覺突然之間有很多人去買一些口罩 防疫用品 其實需求比之前大了很多 怎樣可以這麼短時間 令到我們的系統可以適應到這麼高需求的東西 其實就是背後有一個很強的Google Cloud 作我們的後盾 令到我們的系統非常scalable 令到可以很多短時間有很高的用量都沒有問題 其實因為我們知道很多我們的店主 其實他們不懂科技,不懂很多很新的技術 所以我們就希望將後面剛才說的 怎樣穩定性,製造到很高用的單量的東西 全部這些技術隱藏在前面一個很簡單的介面 就是一個我們叫一個apps 一個手機應用程式 所以對店主來說 其實他是不需要知道後面這些高科技 反而他是用我們製造出來最簡單的 這個mobile apps應用程式 去做自己的店面 然後去管理自己的產品 鼓你自己的顧客 鼓你自己的訂單 那就行了 後面怎樣做科技那些 他是完全不需要懂的 Eric我想問一下 如果我們Gadget Gang想開網店 你覺得是否合理呢 當然是合理 第一,你們已經有很好的知名度 很多追蹤員 這個很難 有很多時間 商家要建立很多時間 才可以做到你們的層次 第二,你們有一個專業形象 就是Gadget Gang 就是講Gadget的東西 所以你們一講Gadget的東西 別人一定相信 你的開箱片 你的review一定相信 有了這個trust 其實買東西就會很方便 如果我們真的開店 有甚麼要準備呢? 我想你們一方面 可以考慮一下 影片內容可以怎樣做 因為現在很多人 都喜歡看影片 你們都很強的影片 你們可以考慮一下 一個星期出多少片 去做 除了影片之外 我也想你們考慮 會不會做直播 因為很多時直播 才能做到engagement 因為人們一邊看 有東西想問 有東西想知道 如果你能夠做互動 其實效果會更好 很多時候買東西的人 心態是熱鬧 如果大家有沒有試過 我去買東西 有時想買東西都買不到 但我和朋友一起買東西 就買到 最喜歡水人買東西 對 所以很多時候做live 你會看到 你腳買高的買 我又進入去買 我朋友說這個可以 我便會買 所以做live 我覺得你們可以試一下 的方向 Eric說到我們剛好做網店 那怎麼辦 用甚麼我們多開幾個live 就接到很多單 行的 不過我想我們做夢都不要太早 不過Eric說到這個問題 的確是很多商家都遇到 就是一時之間接太多單 不過在科技幫助之下 這些問題都可以迎刃而解 之前有些商家嘗試 在Facebook 或者社交網絡平台上做live 做live當然很好 因為可以engage 到很多客戶 不過就太厲害了 他可能一次做live 有幾十甚至幾百幾千張單 但當時做live之後 他沒有一個很好的平台 可以幫他對接到之後 那些所謂的處理訂單 所以我聽他說一次做live之後 要用兩個星期時間 才能夠處理這些訂單 對他來說是好的生意 但是花了很多時間去處理訂單 有了我們這個獎舖這個平台之後 不單止他可以做live 還可以將他的live 和我們那個transaction的system 做order的system去結連了 即是說每一張live來的訂單 其實自動已經可以幫他 可以拿到那個客人的shipping address 可以自動幫他已經收了款 甚至乎知道令到系統 知道他在買什麼 變成他不需要再一張訂單 一張訂單 人手的處理 全部都經過system 就可以自動化 知道每個人買了什麼 給了錢還未 以及shipping去哪裡 在前年剛剛疫症開始 剛才說 賣口罩賣得很誇張 我們最深印象是一天 一個商戶做了大概2000 3000萬港幣生意 賣了二十多萬個口罩 那怎樣可以在一天裡 處理到這麼大的transaction 一亦都是依賴Google Cloud 第二亦都因為我們的system 做到很scalable 即是說就算一個single merchant 一天裏做二十萬張訂單 我們都應付到 即是現在很多香港的偶像團隊 他們的fans很厲害 買了很多他們的應援產品 或者accessories等等 但是第二個問題來 就是他怎樣去處理這些訂單 因為每一張訂單 他都要將電郵地址 或者shipping address 再copy and paste 其實花了很多時間 現在不用了 按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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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幾顆 就可以幫他每天處理 數以百計千計的訂單 按按按按按就可以搞定 因為我們想做到前面很簡單 給商家用apps就可以搞定所有東西 所以後面我們有一個很強的partner 就是Google Cloud 再加上Microvision Microvision 本身就是Google Cloud的premium partner 所以他們兩者結合了之後 就領用到給我們一個很好的customer support 即當我們有甚麼事的時候 我們可以找他們第一 第二就是Microvision給了一個 當我們要去對接了一個雲端系統的時候 前期的一些consultation 和一些後面的billing service 在這兩方面我們都不擔心 所以當有了Google Cloud 加上Microvision之後 我們就一可以利用到Google Cloud 這麼大的一個穩定性 高速的擴展性 和關於AI方面的功能 因為很多時當我們開始做電商之後 其實我們處理了很多的數據 幫商戶收集了很多數據 但怎樣去利用這些數據 其實近來就流行很多這些叫AI 一些方法去幫我們 在數據上面找一些有用的一些 insight 給到商家 令他知道 哦 原來接下來的trend是這樣的 哦 原來他的customer profile是這樣的 原來哪類型的customer 有些甚麼的behavior 於是我們可以給一些recommendation 給商家 其實你可能賣哪幾個產品是最好 或者哪幾件產品 搭哪幾件產品的配搭是最好的 這些的 insight等等 都可以透過Google Cloud 加上Failcovision 給到一些這樣的 insight 就是我們了 Eric 說得很容易 而他們的系統的確幫到不少手 但有沒有實際的成功例子參考一下 我們是十二朝產後養生湯水食品的創辦人 我們的老婆 不如你介紹一下 主要有鎖魚的湯水和有橙味茶 也有一系列的養生湯水 亦會有課小產媽媽的湯水 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是比較難接觸到我們的客戶 主要都是靠referral 接觸到這些產後的媽媽 又或者是靠一些媽媽group 但我們覺得成效很慢 我們覺得未能夠維持到我們經濟上的運作 始終我們的租場地和各方面都會有支出 所以起初的時候我們需要做其他事去幫補 例如學校午餐去support我們的本業 但遇上疫情令到這個選擇幫不了我們 但很慶幸當時我們找到獎舖 他幫我們重新建立鎖魚湯水的事業 令到我們可以全程投入回去我們的本業 剛剛開始的時候 都有問過朋友想set up一個網站 當然要有收款的程序 我們那些IT的朋友都說蠻複雜的 做得好一點可能都要十萬八萬 還要保持更新 另外又擔心會不會有人 會進入我們的系統 拿走客人的信用卡資料 這些都令我們很頭痕 所以我們一直都很卻步 不知怎樣做好 不過Boutier就很好 當時我們就看到一個廣告 是一間老店和一班老人家 竟然都可以操作得到 然後我們就覺得 嘩!實在太適合我們了 因為我們真的不太熟悉 亦都不太知道怎樣去做 如果連一班老人家都可以做到的話 我們覺得對我們來說都是不錯的 真的可以處理到 十二招的招牌產品 有一系列的養生湯水和炒米茶 湯水用了特別設計的包裝 可以直接在電爐甚至是明火加熱 更加重要的是 湯水是每天按單製作 確保新鮮 所以對訂單的整理和準確性都要求很高 他們每天的工作都是靠可靠的雲端訂單開始 我們每天回來廚房的時候 我們就會看看獎舖的APP 看看我們今天有甚麼訂單 我們就可以開始預備 萬一如果有些食材不夠 我們就可以即時聯絡供應商 之後就可以預備產品給客人 另外我們也可以在APP裡 看到客人有甚麼特別要求 我們就可以為他們特別處理 因為整個獎舖的APP都非常清楚 客人的名字、地址、電話都一目了然 令我們安排送貨又或者確認訂單都非常容易 除了APP的介面設計好用之外 當然也不能埋沒背後先進的雲端技術 可以將大量的客人訂單妥善處理安排 他們每天早上回來只需要打開APP 就可以按訂單工作烹調 完成之後又可以靠清晰的訂單資料準確發貨 基本上正正常常的話都很難出現錯漏 也減少了很多浪費時間的機會 因為傳統的坐月湯水 很多都是用暖壺、保溫壺去放的 但我們的湯水是用一個積氣的湯盒 湯盒可以直接放上明火 電圖爐或者微波爐上翻熱 變相客人會覺得安心 因為在疫情期間大家都很擔心被傳染 也會擔心保溫壺洗得乾不乾淨呢? 別人用完洗得不乾淨的時候 也會有一個機會受感染 尤其是坐月的媽媽更加擔心這方面 但我們做到的是 因為我們的湯盒是積氣的 亦都是方便 所以對媽媽來說 他們會比較有信心 所以在疫情期間 其實他們會購買我們的湯水 就是因為這個比較安心和這個比較安全 還有另一個原因就是 Work from Home 大家都Work from Home 很多OL 其實他們都身兼幾職的 可能自己本身又是媽媽 又要照顧小朋友 可能還要工作 變相可能連熬湯的時間都沒有 這樣我們的 即是我們的客人給回答 就是說 找到你們真是方便了 因為我上去按幾個按鈕 這樣就可以節省幾個小時熬湯的時間 還可以多了時間照顧家人 甚至乎可以應付自己的工作 這樣的確是幫到我們不少的 聽他們這樣說 現在在科技和專業人員的幫助之下 開網店真的容易了很多 是的 不過我想要真的成功 都要很周長的計劃和想法 所以我們還是不要在這裡吹水 不如真真聊聊好歌 如果我們日後開網店 都真的希望大家可以支持我們一下 是的 如果大家有什麼建議我們去買的話 亦都不妨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們 說不定我們今次的發達大計 真的靠你們 是的 也算你們 各位觀眾請like and share 和subscribe Gadget Gang的channel 和按鈴鐺 就可以第一時間看到Gadget Gang的影片 後來看 我們去看 附近